在行動裏面,就以製造危險藥物罪,將5名介乎15至64歲的男女拘捕 其中兩名持香港身份證,另外三名分別是持墨西哥、菲律賓和中國的護照 這宗案件檢獲的毒品總共有10公升的液態冰毒,市值約274萬 我們初步相信有人在上址進行毒品加工的程序,將毒品提煉和凝固 液態冰毒對於我們來說並不常見,至於這些制毒場所,對於我們警察來說,也不是太多事見到的 我們初步相信持墨西哥護照的一名人士,有機會是一名俗稱師傅的人 關於那兩名持香港身份證和一名中國護照,他們的關係是親屬 上面這個單位是他們的住所還是什麼? 我們初步相信是某一些人的住所來的 旁邊 사os 旁邊說 quem有1名物 旁邊說的那種鑊 封門說法 旁邊看